好,我們一起站起來做這個練習 我們這次做三秒 三、十二和六 三的時候,去到第三秒的時候 客人現在用力一點 然後閉氣的十二秒 你不用說我閉氣第一秒就已經吞口水 不用的,你可能去到第二秒 才慢慢吞口水 都可以的,或者吞口氣都可以的 總之,去到十二秒尾就可以敷了 敷就用口敷,慢慢的敷 敷就要敷盡 我們做兩次而已 一面都會暈倒 兩次,還有三秒而已 預備,開始 一、二、三 閉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預備,吸氣 一、二、三 閉氣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呼氣 一、二、三、四、五、六 OK 我們舉掌,謝謝神 好,請坐 對了 記住,這個習慣是預你一生都做的 因為它其實是最簡單 不用錢的方法 事實上有些人,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你吃完飯 吃完午飯之後 過一會兒 譬如十分鐘、十五分鐘 就做這個呼吸 你發現你吃完飯之後 就不會有那種 泛氣攻心的眼睡 不會的 你會精神做好 有人試過這樣 發覺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吃完午飯之後 有用這個 用了之後 以前有泛氣攻心的眼睡 現在沒有了 有沒有人試過 有的,舉手 有,搖一下手 舉高一點 見不見 是嗎 所以你應用的時間 你會發覺它其實是 你想想一下,只是呼吸而已 又不是叫你吃飲品 飲品或者什麼 它簡直是可以使你那天的疲累 就一次過解決了 所以你又可以特地選擇 哪個時候你容易有眼睡 哪個時間 例如你計算 可能四點的時候 之前我教你試吃戒指 但現在你可以試 所以逢然四點的時候 你就會忍著忍著忍著 你就在之前的一小時 做這個呼吸 即是中間下午那次 在之前,例如三點 你發覺以後四點 就不會中眼睡 就不會有這個現象 你就直接看到 那個好處是多麼重要 因為你中眼睡 記得是扯乾火上來頂的 但你用這個方法 你已經有足夠能量 不用扯乾火了 你就看到氧氣 在你的生命當中是多麼重要 十淡呼吸 就可以解決你這麼辛苦的 每天熬夜睡的時間 所以這個就是 有很多的 你放在生活當中 是會使得很方便的 例如睡覺 有些人去做十淡呼吸 做早上都睡著了 是不是 當然 當是算數 但問題就是 會這樣的 會幫助你睡得好 早上起床 遲些我會說 健康的生活作式 會告訴你 你起床之前 去做這十淡呼吸 兼隔地做一兩個指定動作 就會伸展全身的肌肉 會伸展 伸展到你身後一點 事實上有很多老人家 其實是起床那一刻扭傷的 很多時候 下床那一刻 或者下床那一刻中風 所以 當然你不是老人家 但是冬天的時候 一虎開皮一起床 在加拿大就常常 即使年輕人都是這樣中風 你知道嗎 所以有些動作 有些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在起床的時候 用五分鐘 反正你也不想起床 是不是 在那裡呼吸了十下 接著做一兩個指定動作 就可以甚至解決了 你做骨神經痛 一些老年會人會出現的病 但是你年輕人的話 甚至會使你很健康 很精神的過會一天 所以這些是 一些保健的方式 我會在遲些說的時候 會繼續跟大家去分享 但是 所以起床的時候做 臨睡之前做 還有下午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個指定的時間去做 其實是幫助你 全日精力充沛的 但是最重要的 它不是為了使你精力充沛 它是為了最少 加了十年以上的壽命 去給你 並且最主要就是 加了這十年是健康地活著 並且你的身形體態是會變的 無論你是 以前可能因為長期站 或者因為長期坐 而導致你骨架或者盆骨不正常 你都會發現 呼吸會導致 有糾正的現象 所以變成有很多 總之如我所說 你未用負離子肌 都未可能出現 盆骨糾正的現象 但是你一用了 連最難糾正的位置 都會開始有糾正的現象 矯正它來 所以甚至你的盆骨 都會開始痛 但是之後你的體型 就像一個年輕人 年輕女一樣 當你身體自動矯正 就用這個方法 好了 我們看看圖六 有什麼提議 當做呼吸的時候 吸氣和呼氣可以多一些 使引氣做秒數都能夠提升 其實就像我所說 就是你一定要 一開始要直接拍子感 因為拍子感 在你不懂得用力的時候 它會幫到你的 就像是等於別人 拿不起一些東西 它用搓的方式 OK 但是健身 你真的不要用搓 會很傷 但是又真的可以用 因為搓的方式 真的會寫到你的力穀 但你呼吸用搓的方式 輕輕拍子感 是真的會幫到它的 但是如果真的養生的話 到你鍛鍊了 用了拍子感 而真的吸氣多的 的情況下 慢慢讓它很柔 很均勻地吸氣 就好一點的 按照養生來說 對你的肺部 是好很多的 用這種 拍子感 只是鍛鍊你的肋骨 每一樣東西 可以用力去搓一搓 讓它可以起得到 讓它吸氣多一點 但問題是 當你真的想養生長壽的話 始終是慢、細、均勻的呼吸才是最好的 所以慢慢的拍子感 到後期 應該是越來越沒有的 一下過吸 一下過呼 而呼和吸都是吸盡 不是全部呼 用這個方法 好了 我們看看圖七 第七個問題 當吸入氣的時候 究竟是胸脹先 還是腹脹先 哪個是正確的 首先應該是腹脹先 一定是腹脹先 記得 一定是 一定是腹脹先 對 因為胸脹先後 你不是這麼做到腹式呼吸的 一定是腹 寧願 你有些人說 我脹完我腹的時候 胸也脹不到 以後也是 明白嗎? 沒有所謂的 因為腹式呼吸才是長壽最主要 加上胸式 才開始 胸部、勒骨、矯型 記住 如果你只是少了 沒有了矯型 胸骨 但呼吸的亮度和深度 都足夠 只用腹式 但胸式的原因 導致你的肩膀 你會發覺 穿衣服可以托起衣服 因為你的肩膀變了 形狀 誰試過覺得 做了這幾個月 呼吸之後 發覺你真的覺得 穿衣服的時候 容易托起衣服 是跟以前不同的 但你穿衣服 你覺得托起多一點 誰有這樣的感覺 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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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一下四手 很少了 不是太多了 我老婆也是這樣 所以 你會發覺 當你做到五或以上 就會開始有這個現象 而且你的呼吸 已經集中做得足 那個胸部 抗胸的勒骨 那種力度 所以通常是五秒以上 才能做到這個現象 但是 記住 先做腹式 腹式就包含了所有 我們所說的 集囊的東西 但是 當你連腹部 漲到不能再漲 就挺胸 挺胸 再吸入最後 很少 那都是很少氣 或者不是很多 當你做完都可以 閉了氣之後 就可以放鬆胸 你發覺 一放鬆胸 和吞口水 肚子就會過去緊 誰覺得 對 一吞口水 你覺得肚子會更緊 那就對了 比牠的壓力更加多 那些血 或者酸性的物質 或者聚積變成腫瘤的東西 就會藉著動脈 繃到肺 那裡 牠會排出去 然後就在肺裡 藉著氧氣 將它綜合了這些酸性 它就沒有機會變成腫瘤了 所以 首先是由腹開始 才能夠七個完美呼吸的 所有的呼吸功用才能達到 但是只不過做了呼吸的話 連你的肩膀 胸部 腹骨都會矯形 但是 對於以前曾經有哮喘的人 或者已經年紀大了的人 這個是會吃力一點 沒有所謂的 這個是吃力一點 總之你慢慢成為一個習慣 始終你一天會做到的 但是它就會慢慢使得 即使你年紀大 你也完全不會有老人家的身形